我想看看你如何看待內地A股的走勢 有很多消息 是,這陣子我們… 真是半打,最少 本身我們這陣子港股都很受A股影響 現在A股還要再多了消息 說勸商方面,即投資A股方面 這個其一,就是比例上限調升了 以往可以調升到四成半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A股你會怎樣看待整體的走向呢 我想A股有機會那個政策去向還是偏正面 但問題就是那個走法 不會像7月初那陣6月底那陣子升得這麼急 我覺得反而是有機會這一下 特別像上星期開始 有些的整固、調整 叫做冷靜整個氣氛冷靜整個市況之後 才慢慢會否改善 因為其實你看到整個趨勢 當然內地無論是官媒或部位都好 其實似乎是很想A股搞好一些或搞活一些 所謂健康牛上 因為我想始終本身當A股好 或者大家入了場下才賺的時間 所帶回來的一些財閣後應 所有其他的一些幫助性是會明顯一些 所以都想透過A股好 可能是幫到這件事出現 但正如之前都說的 就是他想A股升得來 就不要說好像早幾年 特別15年轉換 就是這麼多所謂的強迫貨D 一些所謂比較非法的一些 推我市場去怕爆破的情況 所以無論之前他已經一早出現 寫一些所謂的長迫貨D 名單等等因素之後 你看到其實是慢慢想 我市場想是降溫稀少 還有你看到上個星期 雖然A股連結了兩三日都挺急的 但是你看到官媒都立即出來 叫大家又不要太悲觀 他們的說法都很明顯是想 不要令大家立即因為跌 就覺得市場可能升完了 或者玩完了 都覺得還是有機會再上 還有剛才提到一堆 就是過去這幾天很多的動作 譬如你券商那邊 又似乎是找到他們的拼購等等因素 而險企那邊CMHC也說 就是有加大他們入去股票市場的比例 而上這些因素來說 我想都想將整個A股 是盆沫得來 叫做健康一些去走 我自己覺得短線可能還是比較反覆的一條 但是如果你說例如3200這些位置 慢慢都站穩的時間 只要不是突然間新的一些好利膽因素出現 我覺得A股慢慢上來就有機會 我覺得漫上的機會性都比較大 我想可能市場的著眼點 就放在銀保監說加大險企的股票投資 比重上限那裡 譬如大企業就由三成到三成半 其實哪能用得到的呢 他們已經用得平均20% 反而看看Will和Rafi的看法 我覺得看東西看長一點 第一就是Rafi提到的就是 現在據報中證監是向那些券商發信 鼓勵行業兵救 我相信應該是真的 第二就是內地其中一份的證券時報 今天就寫了一篇很詳盡的文章 就分析現在的交易時間 A股的交易時間太短 是區內最短之一 如果參考譬如其他市場 現場交易時間的好處很明顯 再次突然提起現場A股交易時間那件事 你們怎麼看呢 我覺得是一個市場改革之餘 可能有些東西還在醞釀著 我想整體就像剛才Wafi所說 內地在這一刻似乎有更多的政策 無論是言論方面或實際上的操作 整體都希望使市場可以更加闊 更加深去發展 所以如果未來真的延長交易時間 這個股資源有機會利好 也都跟貼至少亞洲方面 或者對歐洲方面的限制都能夠比較做得好些 還有我想整體雖然現在壓度未用盡 但你已經預先加大的壓度 也都某程度令到內地的發展比較健康 因為A股以往一向被人救病 就是太重的一個散戶參與比例 但如果能夠容許險企或其他企業 能夠多些參與股票市場的投資 這個我會覺得中長線反而是一個更加利好的發展 特別想上個星期大家都可能有些失望 就是內地公佈的地貨GDP非常之好 但實際上市場跌了下來 但正如你所說 即是阿詹所說 拉長一點的看 反而上個星期能夠回5%下來 所以整體可能對於健康牛市場發展更加好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1 9 6 感谢观看